第三章 藏书阁 不过和上次不同的是 上次叶西文整个精神都进入了那个空间中 完全感觉不到身体的情况 但是现在却能同时感觉到外面身体的情况 感觉就像是一心两用 同时有两个自己一般 叶西文也不浪费时间 立刻控制着特殊空间中的神念 开始修炼明玉宫 顿时无数的信息顿时涌上了心头 现实中的修为也在连连突破 叶西文顿时大喜 看来自己所猜测的没有错 叶西文停了下来 从那个神秘的空间中出来 修炼明玉宫的事情先放到一边 现在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先挑选武器 一个武者如果不会武器的话 那还怎么算得上是一个武者 尤其是和敌人搏斗的时候 不会武器根本就不行 光有内功而没有武器 只能是被人玩虐的下场 天已经亮了 叶西文梳洗一下 前往父母的院子中吃早餐 这是叶家的习惯 即便是叶家三个孩子已经成年搬出去住了 但是如果不在家也就算了 在家三餐必然是在一起吃的 叶西文到的时候 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已经到齐了 就等他一个了 昨天晚上连晚饭都没回来吃 你去哪里了 叶空明问道 叶空明是一个面容肃穆的中年男子 孩儿去修炼了 叶西文自然不敢把那个神秘空间的事情都抖落出来 我要告诉父亲一个好消息 叶空明眼中闪过一丝奇怪的神色 问道 什么好消息 是啊 是啊 快说 小弟 什么好事儿啊 叶西文的二姐 叶如雪连忙问道 他天生一副娃娃脸 虽然已经超过二十岁了 但是也就和十五六岁差不多 看着比叶西文还小 文言大哥叶峰也转过头看向叶西文 叶峰面容酷似叶空明 犹如是年轻版的叶空明 俊朗的外貌配上一身白衫 看过去潇洒无比 兄妹三人年纪相差不大 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极好 叶西文的母亲夏春雪 虽然已经年过四十 但是多年养尊处优 加上身怀武功 住言有数 看上去 不过是二十出头罢了 只是含笑看着一大家子 虽然叶西文只是养子 但是在他心中却与亲子无异 我想学武技了 叶西文笑着说道 学武技 你突破到了四重了 叶空明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说道 又扫了叶西文一眼 顿时明了 不错 叶空明也没觉得有什么 毕竟原本叶西文 就是第三重后期的实力 现在突破到第四重 也没什么奇怪的 不过他绝对想不到 叶西文是在一夜之间 从第三重后期 突破到了第四重 夏春雪也是笑着点点头 虽然只是从后天三重 突破到了后天四重 但是叶西文的每一点进步 他都很欣喜 一家人都很欣喜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因为无论是叶峰 还是叶如雪突破的速度 都比叶西文要快得多了 叶西文这时候突破很正常 等一下吃了饭 孩儿就想去藏书阁挑选武技 叶西文笑着说道 按照一元宗的规矩 突破到后天四重之后 就可以进藏书阁挑选一本武技 不过只能是初级的武技 这次挑选武技 都是免费的 也只有这一次 以后如果还想要学习什么武功的话 就必须要以积分来换了 这些积分是所有宗门都有的 一般都是用各种功劳 或者天才地宝来兑换 嗯 去吧 不过这个武技 你要好好挑选 现在你还是打基础的阶段 不可能选太多的武技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将用这门武技 叶空明说道 一门武技 从开始学习到最后炼制大成 一般人少说都要十年以上 哪怕只是一门初级武学 就算是天才 也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叶空明的意思是 贪多嚼不烂一门武技 练到大成威力 都是不可小觑的 如果还没有修炼到 巅峰就不断的学习的话 最后只能是贪多嚼不烂 样样慧 样样松 叶希文点点头说道 孩儿知道 叶希文知道 叶空明是老成谋国之言 对于贪多嚼不烂的道理 他也是知道的 孩儿还有一件事情想说 叶希文问道 说吧 叶空明脸上泛出笑容 叶希文突破 他心中亦很是高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孩儿想进入青丰山后山中修行 尽快巩固目前的境界 也是为了磨练武技 叶希文说道 叶希文想过了 内功可以在安静的地方修炼 但是武技的话 还是要在搏斗之中 才能了解精髓 才能飞速进步 更何况 他如果想用那个神秘空间修炼的话 那么就更不能让别人看见了 可以 叶空明点点头 虽然有些不放心 不过叶峰和叶如雪当时突破到第四重的时候 也是就进入了青丰山中修炼了 那时候年纪比叶希文都要小得多了 吃过了早饭之后 天已经完全亮了 叶希文独自前往一元宗中的藏书阁 藏书阁是一元宗最为重要的地方之一 因为这些秘籍代表的是一元宗的传承 一元宗能屹立青丰山几百年 全都是靠着这些秘籍 才能保证一元宗的传承源源不绝 时间还早 叶希文到达藏书阁的时候 和以往一样 藏书阁门口只有一个碧衣老者 躺在一个摇椅上 看着一本泛黄的古籍 甚是悠闲 叶希文的前身以前就经常会来到藏书阁中 藏书阁中不仅仅有秘籍 藏书阁的一楼之中都是一些各国的地理制啊 其是秘文之类 各种书籍都有 其中更是包含了无数和修炼有关的 无关的内容 叶希文的前身经常来到这里 借阅这方面的书籍 这么多年下来 叶希文也算是博览群书 许多老一辈的舞者 估计知道的都不如叶希文这么多 叶希文穿越过来的这段时间 为了尽快的弄清楚这个世界的情况 也没少来这边 因此对这里也是不陌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